就是老大家老大 那欺負大自然 欺負人民 台灣本來是有非常美麗的海岸線 但是不斷地被各種的牟利的團體割結 如果我們真的架一隻小船沿著海岸線走的話 我們會看見多少罪惡 多少愚蠢 多少獨立 這些 我想 有人說這個美麗彎是醜陋彎 不是美麗彎 美麗彎還是美麗彎 就是我們人類把它弄到醜陋 我今天很想從這三個字來跟各位說一下 在我們日常常用的美麗這個字眼裡頭 我們因為說習慣了 所以可能也沒有去想到 這個美麗是什麼意思 也沒有想到這個彎是什麼意思 美是羊跟大組合起來的 羊大為美 當然對這個解釋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說 視覺上的那個大羊很美 那另外還有一個解釋 那個是日本人解釋的 大概不太可靠的 他說羊長大很肥美 從味覺上來解釋很肥美 我還是用中國傳統的那個 視覺上一個很健壯的大羊 是很美麗的 那那個麗呢 麗是什麼 麗是那個 一雙小鹿 那個非常 在森林裡頭那個小鹿在奔跑 你看我們漢字裡頭去形容那個漂亮的東西 是用動物來形容的 是用羊 是用鹿 那彎呢 彎裡頭 雖然找不到 也許表面上找不到動物 其實也有一個動物躲在裡面是什麼 就是 這是蠶寶寶 有絲 絲 蠶寶寶供給我們的絲是美麗的 那是那個曲折的 那所以呢 這個美麗或者彎這裡頭 有著我們人類對於我們共生的動物的那個情感在裡面 那所以呢 美麗彎呢 我們看到這三個字的時候 其實 我們就應該想看到龜山島或什麼 一樣 就是想到那些動物是我們的好朋友 是跟我們共生的 如果我們不愛惜牠們 如果我們就要霸佔這些海景 如果我們就要去用水泥堆在那個旁邊 然後跟人家說可以站在這裡 可以住在這裡 然後 就破壞那個整個的海岸 那據說那個沙灘下面都埋著他們的廢物在那裡 他們表面上好像蓋了一個漂漂亮的旅館 其實那個底下都是埋起他們那個 很難看的那個工程中的廢物 那其實他們破壞了這個海灘 其實現在我們在拆這個房子 假如成功地拆除的話 我們都覺得他應該要賠償 因為要拆除是很麻煩的 當蓋一個房子很麻煩 要拆一個房子也要成本 也要運費 也要去安放那些廢棄的水泥塊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那個善口 可是該做的事情就是應該做 台東縣政府不能夠很霸道地說 這個東西我就是要讓它就地合法 就是要讓它存在 那這樣的話 我們還要這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做什麼 好 謝謝